这个钥匙是看着有C组 但是在锁里是没有这个弹珠的 有也是固定的时候 这不影响 我们将上面这五个珠叫A组 下面这个叫B组 那最浅的是E E1333 这是A组的号 B组是3312 那连着下来就是1313 313132 看一下啊 有钥匙的 也需要手感的 这个工具 祸口的一面朝上 它的弹珠在上面 上面咱们就左右摆 摆这些珠就可以了 插进去以后 加力 看 这个我给它叫贝壳 这个贝壳 这侧面有123 最后开完能督住10号 轻轻一摸 E再往右的方向有弹性 往左 往左也有弹性 但是呢 这个弹性在手感上不一样的 那左手不加力的情况下 先找到位置 哦 E这儿有 2 这边是空的 那2在反方向 就是B组 那每就是13579 这个A组在上面的是往右 B组是往左 好 现在开始 轻轻的找 一定要找准这个位置 轻轻的压放测试 走位的时候不要着急 可以晃着走 因为它里边两个弹珠是交叉相错的 然后上面都动的 我们点下面这个 下面往回拧 这个10号位 也就是B组的5号位 是阻力 轻轻点一下 点完以后确定一下 有弹性了 再找 这个位置 阻力 点一下就弹性了 现在再点 点B组 B组的3 阻力 点一下 有弹性了 好 走位的时候 有的时候卡 不要着急 B组的2 B组的1 都动了 我们一个一个来找吧 1 2 3 往右 4 往左 5 往右 6 往左 7 往右 8 往左 9 往右 10 掉了 点一下 这个锁不要着急 因为它里面全都是蘑菇猪 锁开了一点点 快了 再找一遍 1 硬的 点一下 又开了一点 2 动的 不用点 3 硬的 点一下 好 4 走位的时候卡住了 不要着急 要晃动的走位 你一晃 那个弹珠就到位了 没开就是还有阻力弹珠 咱们继续找 这是1234B组的2号位 动的 1号位 硬的 点一下 好 看 开了以后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贝壳的侧面 是可以看到 有号的 123的 也可以判读 看 这是1 这是3 好了